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确实是如此 但是 心态其实并不是 是这一个格外明显 所谓格外明显 意思是什么 就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这个倾向 越来越来 心态里头实际上 这一股风潮 其实也不过就热闹过一阵子 所谓以前龙跟嘉庆 当时前后实际也不得了了 将近所谓的七八十年的岁月 这当然是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它前前后后加上是上百年 确实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从一般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到 它实际上走到了所谓 嘉庆 道光末期的 道光年纪的修复 巅峰已经过了 巅峰已经过了 怎么知道巅峰已经过了 同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比软元台 软元年纪还稍微略涨一点的 基本是从背面上去接着 巅峰 写的国朝汉学师承记 一共八卷 他同时也写了国朝宋学渊源记 只有两卷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风气 汉宋之争的结果 到了后来其实也就明显地看出来 是汉学得势 所谓的汉学我要讲啊 刚刚讲青少人自己标榜的汉学 真跟真正的汉学是有一大段距离的啊 好 先要解 凡是一讲国朝就知道 他一定是在当时当代清卷写 不在当代绝对不可以用国朝 本国嘛 本朝嘛 如果这朝代已经过去 你只能说故国 前朝绝对不能加本朝 本国绝不可以 江凡通知字很清楚 子平 本美 平凡 明 字 一切相关 汉学师生计 从这个上头就可以看出来 巅峰时期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 只有等到巅峰时期结束 你才能算总战 对不对 才能开始回顾做历史了 还正在发展过程当中 你回顾个鬼啊 你应该是努力往前 而不是回头看啊 不是做总结啊 而是记得 开始东风公司 西风公司再转投资啊 所以当你看到江凡汉学师生计 冒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已经看出来 巅峰时期高中了 以后当然有 而且水准不一定比 前朝差 但是大致上 就还是这就结束了 所以我也必须讲 考据学文信学 确确确实是清代里头的最大的特色 成就也非常高于力 比起来它算最高的 但是你也必须要弄清楚 清代绝对不能用考据学来代表 因为清代是要紧的东西 还在别的地方 好 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八卷 你不要以为多 一点点 就是它把人一个一个人介绍出来 然后告诉你 他当然是跟谁学的 这叫诗成记嘛 一个一个的接的 好 他这种东西方法 就最主要是接续的两汉的习惯 两汉的时候最强调 我刚刚讲了 有一个东西跟经典的力量一样 那叫做什么 诗说 诗说 OK 你的说法跟着谁来的 你的老师是谁 所以叫诗成记 你秉承谁的话来的 你的学养是你教导 你教出来的 所以他要讲究诗法 汉朝人特别讲究诗法 他就讲究诗成 好 下面 最后要跟各位讲一件事 就算把这种当的地方解决 那就是 回顾了整个的清朝 到了后来 江凡是在我讲过 嘉庆道光年间之间行 到了末了 最后 洪志光绪年间 当时清朝国运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不敢说要结束 但是江和日向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的时候 出现一个重要的 诗 陪西瑞写着一本重要的东西 那一个东西就叫经学历史 这个名字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像太像近代人的 经学史或许还有一点 这个名字叫经学历史 经学历史 经学历史当然它是从先行 一直到了所谓的 所谓的经学的所谓的 蒙芽的时代 一直到经学的所谓的昌明时期 经学的鼎盛时期的质量 经学的中衰时期 那么经学的复兴时期 以后经学的一个一个阶段 这样子来讲 讲到清淡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上头看到了 到了陪西瑞以后 经学基本上告终了 民国以来请问几个人研究经学 没有研究经学 达到经学 先经学的底 挖经学的窗疤 意思是说 你说它是周公写的 好人所以它很伟大 胡说八道 它跟牧师周公写的 它不知道是谁 哪个什么反复走出 跟那么挑大笨写的 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上古摇顺的时候 胡说八道 这个是战国的时候 人家凭想象编出来的 是努力打倒孔家殿 拆经典的台 而不是研究经学 当然有味道人士研究经学 大家对经学一点都不敢进学 那么这当然都有很多 古达的因素 一个有可能事太早就过了 我们根本不接受经学里头的观念 什么中军 胡说 军王都没了 中个屁 你那些要说效忠总统 总统年年换 至少自年要换 孝顺 很多人说 为什么要孝顺 很多人又是不该孝顺的 二十四孝里头提了一些孝 我们都说是鱼孝 笨得要死 为了爹娘什么割一块肉 还要把小孩子给埋掉 免得花花 爹娘自己都给孙子吃了 你根本过时 你里头讲了男尊女卑 现在男女平等 所以经验中根本就失为垃圾 扫金垃圾杯子 不再研究了 皮西瑞的精确历史刚好凑巧 我的意思是要说 皮西瑞未必有这个眼光 猜测得到清代王朝要结束了 我相信他不会有这个观念 因为一个人如果热心拥戴满清的时候 他脑筋里头会有盲点 他看不出来 但也刚好恰好 他所叙述的行星 到了满清末期 也确确实是精确实在最后 终于告终的时候 死后 没有东西 民国以来就没有办法搞精确论 大陆不必提 因为他彻底认为这是封建奴隶主 建立起来的那一条意识形态的文字 还万一啊 也没有人多少愿意弄 当然这都是受到西化扭曲不正常的影响 没有什么习惯 所以这算是最后的告终 现在我必须要讲 皮西瑞的精确历史是明显的有他的自己的立场 有自己的立场 有自己的立场 所以讲的 这从某个角度 学术角度来讲 好 因为任何人写东西都要有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眼光 而不是所谓假装所谓的客观 我现在最讨厌学际里头讲的所谓的客观 客观这个东西绝对不要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的 你要弄清楚你是针对谁在讲话的 你要有独到的眼光的 好 现在的话 但从坏的方面讲 皮西瑞这当中 所谓有自己的立场 往往走得下头一个坏徒的人 就是蒙护之剑 皮西瑞充满了蒙护之剑 他的那套蒙护之剑 基本上就是所谓一般清朝人讲的汉识式的分红质 这一套东西使得它里面的很多的论断 都出严重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讲进去历史的时候 却又不能不参看 因为它这是第一本冒出来的 以后说实话 还没有人能够继续这么写的 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些所谓 怎么样子的话 十三经他得要看完 寿命某些的经书 那注解 他也得稍微翻过一点 多少知道一些 否则他怎么写 那只能人云亦云 这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虽然有人想进行纠正重新写 一直没有形成 这就是我讲的大陆已经一位老学者 周宇彤上次跟我讲 所谓的经学 所谓的这个六经排行的先后次序 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他当年曾经是打算重新写经学时 一辈子没写完 这跟共产党统不统治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为这个大工程 他未必肩负得了 但是他是写了几篇文章 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指出了脾气瑞里头的问题 他也并不完全满意脾气瑞 所以他有意要重写 但事实上他完全没办法重写 所以今天讲进去的事 乖乖的你还是指令他 当然了大陆说不定还有别的了 那是我孤陋寡闻不知道 那我们就估计不惯了 好 这基本上的话呢 是把这个经学的话呢 在开头的概括跟各位讲了 下头的话呢 首先就要讲到周易了 好 然后各位的话呢 看这个所谓的三十八页 好 周易的这本书 那么的话呢 先解释什么叫做所谓的义 那么的话呢 各位的话呢 现在看到三十八页的第二段 先论义之名称 那么义这个名称的话呢 而后的话说 它底下的话呢 他引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 他现在最主要的话就说义 你看到 那么义系辞云 生生之为义 则义是变化日新 生生不习之义 也就是取义于变义 那为什么变义 然后就讲 而后他最后的话呢 在这一本书上 最后三十八页倒数第二行 至于政选的义战 政选写过一篇义战 里面说了说 义一名二韩三义 就是说周易的义这个字 词汇 它里头蕴含了三方面的义 第一个意见 就是很简单 第二种是所谓的变义 第三种不义 这未免夸张了周易的伟大 而把它张黄了 但是的话呢 但是的话呢 他基本上头 他还是认为这个说法 其实没有什么 现在要讲一下 政选这个说法一直是为人接受 因为政选地位太高 但这个说法就迅国而言 道地胡说八道 他只能说周易这本书涉及到的道理 有三方面 第一简单 简易 简易并不是说所谓的简单 它的最简单 也就代表了最复杂 这就是哲学里面 以中国传统哲学来讲 一与多的问题 世间万事万物 可以复杂多变 每一类的光是一种昆虫 就可能有几百个所谓的 细的象律 蚊子就可能有好十几种 但是这都是表象 就最后而言 他是一个所谓单一最高的 纯粹的上帝 或者是绝对存人 那是意义的 所以这也就是多于一 纯于杂的问题 所以他可以说 周一里面 你就论到经验现象世界而言 你就会发现经验现象世界当中 总在不断的变化 改变 任何一个新的因素加入 都可以改变最后的结局 就如同一个方程式里头 你多加了一个元素 或多加了一个价位 马上最后整个东西都变了 从原来没有毒的变成有毒的 好 第三个它有不易 永恒不改变 宇宙的根源永远不会变 双极不会变的 昨日今日到未来永远是一样的 现象世界你会发现不断的在变化 但在这不断的变化后头 有一些的规律 那个规律也是永远不变的 那还不是形而上 仍然是形而下 物理世界里头的规律 外有引率怎么会变 只能互换的定律怎么会变 不会变 所以虽然外头可以千变万化 但背后的那个道理 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何况形而上的世界 最后宇宙的根源 那个东西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他只能说周易这本书是具有这方面的各种谈道的性质 绝对不能说周易这一本书的义是这样子得到语成 这是到底不说八道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学字在这边除了学问 还包括效法 这地方就是学问 学就是学不能当做效法的意思 你更不能说学还有当做自觉 学 合院机械就训解学为觉也 朱熙训解学当做效法 效也 胡说八道 这个地方学 经学就是指经书的学问 而不是说效法经书 也不是说对经书的自觉 训古的东西就是一就是一了 他只能在这个范围里头只有这个意思 所以正确这个说法是 但是我必须去讲 由于政权的地位太大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里头被他忽悠 忽悠到现在 直到张卫卫先生这个说 还在继续被忽悠 说意是变化变异的意思 这个说法绝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回到一个情况来讲 就是周易的这个意 他之所以叫周底下讲得很清楚 三十九页第四道行第二道行底下 汉人的意味说 因代以提周 就是因为他的写作时代 或者使用时代 所以给他的名字提上一个周 意思就是这是周代的时候 人撰写成完成 而且在周代普遍使用的 所以唐朝孔颖达的正义 就是周易正义里面说 以子文王所也 故为之周易 周文王所也 他就如同这个当中上书 当中有关周代的部分 所以叫做周书 这个所谓各代的所谓礼节 有关周代的礼节 所以叫做周礼 都是提了一个周字 来分别跟其他的朝代 不是下书 不是商书 不是下书 不是英书 提周以别其他的朝代余代 所以周是代表的朝代的名称 所以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讲 有的人发神经病 反正要把一个东西蒙捧 之后他训为完备 这本书是无所不包的 万宝盆 所以你在有任何问题都去找他就可以了 这是道地胡说八老 所以孔颖达才要证实 那么如果是万宝盆 那周礼什么 也就代表所有的礼节都在这里面了 周书是什么 是所有里头的这些政治里头原理都在这里面了 所以叫周书 胡说八道 大家都知道周书是相对于所谓的商书 上书里面商代的书跟下代的书来分别出来的 周礼那就相当于所谓对于英礼跟所谓的下礼来讲的 这是论语里头有明文的 所以知道这个周是指着时代 所以叫周义 就是周朝人所使用的那个占卜问卦的书 问神明的书 好 现在就来了 既然知道周义这本书 使用的时代最主要是在周朝 所以在找天下周义 因此我们就要回到一个问题 周朝人当他每次写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听没听懂 你要退回历史文化的那个context 那个脉络里 你们现在年轻一代有你们年轻一代的语言 那个的语言有很多东西 跟我们上一代已经完全用的不同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东西来去理解你们 你们也不能用你们的东西来去了解我们的说法 好 所以一个词汇究竟他应该要怎么解释 最简单的就是回到他那个时代里头去 因为每一个时代要记住 每个时代同一个字 它却有不同的意义 过了那个时代以后 那种用法可能完全消失 可能完全消失 有的可能继续存在 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知道周易的这个意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周朝人用的意义吗 好 那你看周朝人普通 当他在措辞当中写到意义的时候 他到底什么用法 这跟古代完全不一样的 再过了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后 跟你的用法更是不一样了 听懂了没有 那现在要了解这本书 就是9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所谓2010或2020年代之间 所以这个字什么意思 很简单 回到这个时代里头的作品 一个一个的找 然后根据上下文判断 所以这个蒙应该不是原始的意思 所谓冒出芽 生长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发芽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可能未来的意思 未来的话就是 我说未来的意思就是 未来的话某一种对蒙 说不定到后来又产生出另外一个意思 当做蒙蒙懂懂的意思 你必须回到那个时代 这个字 什么意思 经周朝人用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今天最能够找得到的 那就是什么呢 很简单 看周朝人的所谓的同气 就是两周东西周与东周的时候 同气的明文 到处建造这个字 每次使用这个字 一律就是这个字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例外 贸易就是一种变化 对不对 你的钱最后就变作面包 我的面包最后就变作钱 你的西瓜最后就换来了 二十根香蕉 二十根香蕉最后就换来了一个西瓜 这就是这也代表变化贸易啊 贸本来就是变迁的意思啊 所以它才叫易啊 变迁 贸跟意一样的意思就是变化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变成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会变成钞票 这个钞票变成银子 为什么港币会变成人民币 人民币又怎么样变成台币 是需要贸易啊 你们今天印象上用这些词乎的讲过 你根本又懒又笨 就从来不去思考你日常用的语言 所有的学问就在日常用的语言当中 第一律当作这个能够 没有医和例外 当然你可以跟我说 周朝说不定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你没有看到里头用意 哦好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但你既然没有看到 你怎么知道那个意里头是 别的 假设有一天出来 隔个一百年或隔个七十年以后 出来的某一个周代的文献里头 用了一个意字 那个意字不是当作习字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觉得这反正是为好变而变吗 就现在的文献 所有能够看到的一律当作习字 当时跟变化 狗屁不相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